那就是那个洛杉矶 这几天算是阴雨绵绵 连下了四天的大雨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也是感觉到 那个交通 因为大雨 有各种各样的 那个阻塞 车祸等等 然后呢 我也仅仅就是以为 大雨影响交通而已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也影响了房屋的维护 这个刘律师 他最近收到了 不少电话的那一个求助 我想请刘律师 给我们讲一下 这什么情况 这阵子在洛杉矶下大雨 下大雨呢 很多人房子里面漏水 漏水呢 就很多人打电话 到律师楼来 说我房子漏水 怎么办 我怎么办 有办法 这里面讲的呢 并不是说 我房子漏水 房东有责任 我可以告房东 一般人都知道 我当然可以告房东 但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告 这里面的关键点 在什么地方 关键点点 这种官司 你不用先付律师费 真的吗 是这样 据说你官司赢了之后 律师费 可以向房东的保险公司 来要 一般的房东 这个房东都是有保险 对 所以呢 这个呢 很重要 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可以告房东 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根据加州法律呢 两条重要的法律 一个呢 是卫生安全法律 17920条 另外呢 一个是加州的民法 1942条 这两条法律呢 里面特别提到呢 下面情况 你会构成房屋 基本居住条件 不合格 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告房东 对 什么情况呢 第一 是露雨 嗯 你本来呢 前几天不但下大雨 并且天气寒冷 是的 然后呢 你站在电脑上打东西 突然发现电脑突然死机 因为房子地雷 哗哗哗 乌漏偏风连夜雨 对 加上电脑又死机 对 痛苦 痛苦 所以呢 你呢 向房东反映 房东耍流氓 房东耍流氓 房东说 算我屁事 这个 你的房子漏水 你要给我修 房东跟你讲说 当趟 那个一万块 一个月租金的 那个高级公寓不漏水 有什么不去租呢 对吧 不但不修 他呢 没有修污点 他呢 来修污点 对吧 你呢 第一 这个天气寒冷 嗯 然后呢 加上房东这个话呢 你心寒 心里也寒冷 不但身体寒冷 心里也寒冷 所以你呢 不但动得色色发动 你气得色色更动 对吧 气 就是气得快 气急败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房东说 你说 这个房东 你这个 我呢 找律师告你 房东呢 说了一句话 你有找律师的钱 也不会住我这个小破房子 对 这个漏雨 当然漏雨 如果不漏雨的话 我就五千一个月了 我现在会出 怎么会住你 我欺负他不知道 对 是的 这个非常多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呢 是美国民主党的加州 什么意思 法力 有法第一 是保护弱势群体 法力是保护房客 保护女性 保护儿童 保护员工 对 保护弱势群体 对 所以这两条法力呢 那么你可以告房东 嗯 告房东是什么 根据这两条法力 能告到什么 人家说 哎 我去告房东 我能 第一 我要不要花钱 嗯 这个根据加州法力 是这样 嗯 那么呢 实际操作 因为呢 如果官司赢了 那么房东来付律师费 换句话说 你找律师不用花钱的 嗯 一般来第一个问题 就是哎 刘律师 我知道我要维权 但我没钱 我没钱 怎么以为呢 嗯 对吧 然后你在刚才做节目也说 你呢 这个 资群也是要钱的 对 对不对 那我没钱钱 你是怎么办 这类官司 第一 资群不要钱 第二 打官司也不要钱 打赢了 跟房东 跟房东的保险公司一样 你不用花一分钱 所以打不赢不收费 嗯 我这个里面呢 你要说刘律师 我就是在做广告 但是我做了这个广告 你才能知道你这个权益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呢 你一定要处理 第一 你不用先花钱的 第二呢 你说哎 我不花钱 那我能得到什么 嗯 举例说明 嗯 你呢 注意这个人家的后屋 嗯 也好 车库改建的也好 扛斗都好 扛斗也好 嗯 他一般除了录语之外 还有其他几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车库改建的 违规改建 对 违规改建 车库改建呢 他这个墙的跟一般的墙不一样 他里面没有那个fiberglass 就换句话 他没有那个正常的海绵 这些东西在里面 隔音什么的没有 隔音不但不隔音 并且非常寒冷 嗯 这是一个对吧 然后地板有问题 也是一个 没有窗子 有蟑螂 没有通风 有霉 没有通风 没有冷热水 没有厨房 所有这些基本的居住条件 有这个问题 没有冷热水 没有 全部都是违规 换句话说 你都可以搞 哦 房子太小也可以 太矮也可以 人太多也可以 全部都可以 对 是这样的 搞了之后打个比方 比如 诶 有意思说 你说我这个房子 我500块一个月 我能得到多少钱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600 嗯 可以得到 什么意思 这个房子呢 房东租给你这个破房子500 嗯 然后呢 最后打官司裁定 这个房子呢 一个月不值500 嗯 只值200 换句话说 房东多售你300 你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年 一年 就是多售了3600 两年就是7000 嗯 所以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 所以我这阵子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 所以我之前这类官司呢 我这个都觉得这个官司都是小官司 对 但是这类电话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出江湖的时候 嗯 至少对这类官司来说 没错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 然后呢 然后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向所有的房东喊话 嗯 这个是民主党的家中 如果呢 你呢 这个 欺负房客 嗯 耍流氓 什么 房子有蟑螂 嗯 然后呢 这个 漏水化的不休 对 天气太冷 不但呢 不休 并且还说话气冷 对 那么你一定会被告 对 要么被我告 要么被其他律师告 嗯 希望呢 大家呢 还是好自为之 嗯 然后呢 设身处地 这里面我想问你 刘律师一个问题啊 嗯 其实也不能叫刘律师一个 就是说 我想 其实我刚刚 您刚刚是说 从房东的角度 您警告了房东 嗯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房客啊 包括我自己 我是一个留学生 我也是租了很多次房子 有各种各样的租房经验 嗯 我身边的同学也好 包括年纪稍微比较大的房客也好 那些室友都好 我我都发现 十个室友里面 至少有七个 他是宁愿选择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是法律意识不太强 我觉得可能这是跟中美两国 他们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他来到美国之后 他他也是用这种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您刚刚刘律师说了 这是一个加州 是一个民主州 以及美国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 我就想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刘律师 你给大家讲一讲 在美国拥有法律意识 跟法律意识淡薄的区别在哪里 让大家如何去用法律保护自己 第一呢 我觉得是这样 跟房东呢 我觉得要看房东是个什么态度 那大部分房东都是蛮不讲理 觉得说我呢 就吃定你了 你就留学生 你呢就新移民 你没钱 你做这个小破户屋 他要跟你签个卖生气啊 对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觉得我吃点 你能把我怎么利用 对吧 这里面呢 所以对于这类房东 他一定要记住 权力不是给予 权力是争取来的 对吧 所以power is not given power is taken 对吧 你要去争取 才能争取你这个权利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一般人就觉得说 我这个没钱 找律师 这个这种情况下 大家呢 记住 加州法律非常清楚明了 第一 你呢 不用花钱找律师 不用花钱 不用花律师费 至少一开始不用花 第二 最后 那个 还可以有钱拿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是说一定要找我 可以找其他律师 对 但问题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你有这样一个法律权利 嗯 然后呢 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嗯 非常的好 觉得就是说 真的是要如何去运用法律的手段 保护自己 不要嫌时间长 不要嫌程序麻烦 因为你总这样想的话 吃亏的永远是自己 对吧 我真的觉得是这么想 很多人就是麻烦 所以呢 这些这几年接到电话哭诉 嗯 他们呢 气得色色发抖 我在电话里 也被他们气得色色发抖 嗯 所以呢 我希望呢 通过这个节目 来传递一个信号 嗯 就所有的房东 嗯 大家呢 要听清楚了 这个呢 现在你呢 如果有任何违法的部分 有蟑螂的 没有热气的 没有热水的 嗯 然后屋顶陆雨的 一定要把它修好 嗯 第一 做人的要厚道 第二 如果你不修 你迟早一天 会被告 对 会被告得很凄惨 对 说得很好 嗯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喷子啊 追求真实 就要还原真实的情况 华为事实上 很多钱 不是因为军方背景 问号 不是因为帮政府 干了很多维稳的事 问号 技术是高压压出来的 问号 那这里面我想知道 嗯 追求真实 就要还原真实情况 说得非常好 我希望这位网友 您把你认为的真实情况 还原给我 因为我是一个 不知道真相的人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听你这么说 好像你知道 所以啊 要么 你就不要做喷子 要么 就请你还原真实啊 不要是这样的说话 不要疼 这里面我就是说了 最后一句话 那么今天呢 我们 万恶赢为首 又分析了一下 华为最近的窘境 以及现在的那一个 房屋维权等等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龙珠会 内容实在是 非常的充实 substantial 我可以这么说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 那个宜州龙珠会 到这里 可能就要 哎 刘律师还有话 我最后呢 还是再加一句 就之前呼吁了 我重新呼吁一次 那我自己呢 是养猫 那么James呢 也养猫 三只猫 因为现在特别的天气寒冷 有些英语连绵 对 那么我养两只 James呢 养三只 很了不起 这个厚生口味 嗯 养猫 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嗯 因为为什么 爱就是力量 对 养猫 或者养狗 养任何一个小动物 嗯 他 人家说 哎 这是一个 赔本买卖 嗯 我要花钱的 嗯 你花的是一点小钱 他给你两个东西 第一 是爱心 第二 是责任性 嗯 他给你的是什么 他给你的是一个家 就跟 这个 男的 长大逃老婆 是一个道理 你为什么要逃老婆 因为你需要一个家 嗯 房子 只是房子 没有老婆 就是一个空房子 对 不是一个家 那么有人说 哎 我呢 暂时逃不到老婆 没关系 嗯 收养一只小猫 嗯 他 会给你一个家 因为为什么 爱就是力量 没错 你有了这个力量 你可以勇敢的 走下去 至少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时候呢 大家出去 下班 回家了 看到车下面 一只小猫 不留神 动得色色发抖 对 对吧 那么呢 你呢 把它扭回去 它会改变你的一生 如果没有改变 你说 哎 刘律师 我实在 没时间 没精力 或者我跟你不一样 那么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送到 当地的动物收容所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 打电话到我办公室 嗯 我们来帮你安排这个事情 嗯 因为呢 有句话 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里面一句话 叫做 You take Yes You make a living 嗯 你说去 你呢 可以讨个生活 嗯 You give You make a life of course 你给予 你会过一个真正 有意义的人生 嗯 所以大家 从今天做起 从我做起 对 因为我七年前 收养了两只流浪帽 它改变了我 它同样 也能改变你 对 爱 真的是可以改变一切啊 比权力啊 金钱这些东西 要真实 简单 而且感动得多 啊 我非常感谢刘律师 每一期节目的结尾 他都会愿意去为这个流浪猫流浪狗 去说一些话 其实就是人的一小步 就是一点点小的动作 你可以改变一只动物的一生 当然它也能够影响你 让你觉得有家的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周龙珠会呢 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么非常的精彩 我非常享受今天跟刘律师的这一番谈话 下一期龙珠会呢 我相信会更加的精彩 所以所有的观众 千万不要走开 下周一周龙珠会 我们如期再见